就通过这是最基本的一种修持方法 静坐的方法可以获得 那么练习时间也有要求 刚开始你能做五分钟 也不要定时 它是随着你自己身体变化 你做到你自己不想做 就为止 也不要强迫它 一强迫 就所有的东西就破坏了 就是你想做的就做 还有一个天气要求 比如认为阴雨天气呢 它不太适合 因为你一坐一站 它身体的毛孔 只要你在心间放松的时候 它自然打开 它会受到一些 天气的邪气进入身体 那么我们师父讲了 如果遇到风和日地的时候 你就要偷工 所以偷工你就多做几次 因为啥 你看着我们每一天 你觉得一年很长 其实它有风和日地 这种好天气 它不是特别多 你不是天天有 还有风和日地那一天 你说不定没有时间 说不定心情不好 有事 你就耽误了 又没有时间 所以但凡那一天 心情又好 天气又好 又有时间 那就是非常好的 美好的一天 就好好地去珍惜 那一天去练习它 还有一个时间的要求 比如说 它不是什么时间 都可以打坐的 比如说过饱了也不行 生大气了也不行 饿了也不行 还有一个就是身体太疲劳了也不行 那么很多人用紫色和五色 紫色和五色 这点中午你要睡觉 它也有可能你没有时间 你不是专业人士 晚上你又要睡觉 那早上起来 别人早上起来 一早四五点要练了 你又没睡醒 那你就找一个合适的时间 下午合适的时间来练习 就非常好 这是时间上的选择 然后你每一天 假如都选择这个时间 身体就会产生一个记忆 意识记忆和身体记忆 它每到那个点 它就会提醒你 就会要静坐 那这样的话 效果就会更明显 如果你东坐一下 西坐一下 后天不坐一下 它慢慢这个记忆 它就不是特别深 身体它会经常会忘记 你又要重新来 又要重新来 又要不断地调整 调整的你就要进入状态 通常情况下 你有七天的持续性练习 就是每一天那个点练习 你就会有 自己会有感悟 我说的是 普遍性人们练习时候的感受 但是每个人 你的体姿不一样 你的理解不一样 它会有一些偏差 但是离不开这个大的方向 这就是基础的方法 叫基础的方法 还有很多人在练习 静坐的过程当中 它会出现 刻意的会出现很多的幻觉 这种幻觉 不要去执念于这种幻觉 比如说你大脑会出现一些画面 各种画面 有人会出现已故的先人的画面 有些会出现一些 你自己这种意识 跑出去的这种画面等等 不要执念于各种画面 它就是你内意识的画面 就像电视机的画面 放了这个央视这个广告 再放下一个广告 它要过去 但是它还要回来 你要知道它仅仅是一个画面的过去 你不要被这个画面 把它带走了 你认为这是真实的 你认为这是打坐应该有的这种 神奇的画面 你觉得你是怎么样 它不是 它就是一个画面 一刹那的意识 不要被它带走了 也不要执你这种画面 非常重要的这一点 这是很多人坐着坐着 就是 就被这种东西带偏了 就是 可能是没有 没有学好 没有学好 这是非常重要 我只能说 这是一个画面的 词